如果妈妈真的不在了 相信这都是神做的决定 不要难过 虽然你们看不到妈妈 妈妈会在天上保护看护着你们 不管白天黑夜都会在你们身边 身为于天 李亚萍的二女儿 于怨奇的成长历程不愁吃穿 现与圈外人丈夫育有一双儿女 然而她的生活却并不幸福 2014年发现直肠癌至今已经三度扩散 肝 肺 淋巴等多处都有癌细胞的踪影 近日她的癌症指数又变高 大肠在线阴影 好在做完化疗后 目前已返家休养状况稳定 我把泪梦拿 只要你看我一眼 我心才情愿 盛开吧 盛开吧 一眼 为什么 为什么不肯 难道你 难道你真有别离 雷梦拿 为什么那么傻 雷梦拿 雷梦拿 为什么那么傻 雷梦拿 我骂你 我骂你 雷梦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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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愿起遗传父母好歌喉 一直有着歌手的梦想 向来重视养生的她 不咽不酒 爱运动 却在年仅31岁时传出罹患直肠癌 震惊演艺圈 当时她的病情急转直下 短短时间从一期变而期 最后发现蔓延到零八 确定是三期 在开刀切除癌细胞后 开始了她的化疗疗程 她曾说化疗期间是最难受的 每次住院化疗三天后 回家要难过各五至七天 被呕吐 落法 舌头发黑等副作用折磨 而最好的逃避方式就是睡 只是有时候睡到半夜会起来吐 吐到胆汁都出来 但于怨启说 自己从不偷哭 坚持乐观面对才是对的 历经半年多的时间 做完十二次化疗 李亚平开心地在脸书说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 琪琪十二次化疗完成了 她健康地重生了 于怨启看来成功 也开心迎向心的人生 好漂亮 非常地漂亮 给你们看照片 2017年和小四岁男友Gary未婚生女 2019年1月 她在原山大饭店不办婚宴 洗开110桌 许多大咖政治人物 演艺圈明星都是做上宾 婚后没多久 她在度怀孕 喜怀儿子 没想到儿子十月一出生 就因罹患心事中隔缺损 必须开刀处理 对此担心不已的愉怨起 竟又爆出癌症复发的坏消息 癌细胞从淋巴扩散到肺部和肝脏 让于天和李亚平难过到爆头痛哭 不管是天和李亚平难过到爆头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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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照片 她不算是最重要的 很尖叫 因为琪琪也会度过这个难关 但是她的发疗很痛苦 照顾癌症 她在说我不哭我不哭 不要哭不要哭 我不哭我不哭 于怨起身上被照出八颗肿瘤 除了开刀切除转移道肝 肺的癌细胞 这次的化疗药量更是上次的一倍 才短短而添 就让于怨起连续呕吐 无法进食 李亚平在旁边看到女儿这样 心疼的气不成声 求上天愿把剩下生命给女儿 妈妈加油 面对这一切 于怨起为母则强 没有灰心 为了小孩 家人 我一定会坚强 我要跟我宝宝一起长大 我一定要好起来 做了18次化疗后 她再度宣布抗癌成功 终于可以好好陪小孩了 现在一切都还很好 昨天是浑水 今天伤口有一点点痛 她最怕的就是 譬如说用人工钢门 对对对 没有用到这个 她就觉得 很开心 没有讲到有后遗症 可能就是三个月以内不能有激烈运动 我有问她唱歌行不行 她说 我要很用力吗 我说可能会要很用力 她说可能三个月之内还是不要 然而老天又开了个玩笑 2021年 37岁的于怨起再度复发 大腿跨骨的淋巴结肺肝都发现肿瘤 当天 就当天我就听到的时候蛮难过的 然后我就跑去二姐家 我就直接开车到我二姐家 我去看 结果我一去的时候 我发觉她坐在他们家的客厅打麻将 那她平常是不带打麻将的 其实我有点惊讶 然后我进去以后 我发觉她的心情没有不好 因为我那时候看到我的外甥女 乐乐跟那个弟弟 对我看到他们两个 其实我觉得二姐这一次 为母则抢吧 她没有那么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脆弱 而且毕竟她已经经过这么多次的化疗 所以对啊 由于不断出现肿瘤 与怨期手术不断 去年7月时 还动了一次长达17小时的大手术 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的她 每次动手术药麻醉时 都哭喊着 我看不到我的小孩了 令人十分不舍 而她身上更是充满着刀疤 走路腰都是拱着的 止不起来 开刀电烧处理肝部肿瘤时 也因为对止痛药麻非过敏 电烧完后一度痛到牙齿发抖 痛苦的治疗过程 让她哀嚎不要再开刀了 却也促使她加入人体实验 造福更多的人 只有走过这样的路 才能深刻体会那种苦痛 我真的希望自己的亲身经验是有意义的 可以让其他人看到希望的曙光 这一路治疗下来 病情不见好转 于愿其还爆出被医生评估 只剩下两个月至半年的寿命 让李亚平崩溃累肃 我们全家人都被击垮了 只要其其好 用我的命换她的命 反正我人生七十几岁也活够了 并找好友帮女儿改名为于勇云 因为命理师说起字横向断带 起其属猪 猪匹断带怕有被杀的意思 希望透过改名摆脱厄运 她比我坚强 她不会在我面前掉一滴眼泪 她不要让我再难过 她没有那么的想象 什么女儿 就是好像很脆弱 就是很容易受到打击 没有 看到她两个小孩还小 对 所以觉得我二姐一定会好起来 从2014年以来 于愿起跑容总跑了400多次 化疗做了70次 只要开车经过医院都会觉得恶心 尽管情况不乐观 化疗在痛苦 她为了一双儿女人不愿放弃 与病魔抗争到底 而老公Gary急于加上下 在整个治疗过程 更是不遗余力的一路相陪 相信才会看见 坚持才会实现 永不放弃就能创造奇迹 我们相信 也祝福 与愿起能早日战胜病魔 重拾健康